路锁锁一直在旁边看着我呀 为什么这么说呢 跟我就对了 因为演员员上了好几次热搜你想说 谢谢大家的关注 你觉得把圆圆演好的精髓是什么 就是不怕尴尬 在演的时候大家怎么笑 你都不要怕尴尬 因为虽然你自己也很尴尬 有没有不理智的粉丝 因为被你演的角色气到 然后去微博骂你 其实有是有但是很少 因为我觉得圆圆这个角色 就像你之前说的 大家不是说被圆圆气死了呀 然后圆圆比较绿茶呀或者什么的 但是他的茶点还不够 这杯茶有点淡 怎么说呢 就可能大家生气的点 还没有那么的浓烈吧 因为他只是嘴巴上说 嘴巴比较浅 然后行动上还是欠缺一点点 你觉得圆圆这种人值得被同情吗 圆圆还真的 有可以同情的点的 因为她是一个小镇来的姑娘 然后想要留在上海 去打拼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是觉得 无论从剧中讲男孙 对她的态度还是周遭人对她 对她的就是态度来看 大家都是有在去进行包容她和 一直在有在帮助她 眼流湿湿的情敌会有压力吗 有啊 因为朱索索一直在旁边看着我呀 挺挺好玩的 因为因为这个角色 蒋南孙她自己是不怎么出头的 你可以看到圆圆跟蒋南孙说话 都是很直接的 但是没有发现 圆圆面对朱索索的时候 一言不发 她根本不敢说话 说一句被对视 太恐怖了 在即将上映的新作品中 你觉得最有挑战的是哪个角色 即将上映的新作品啊 我觉得最有挑战的是 我演的那个 《岁岁清莲》里面的 《洛青莲》 那个角色真的是挺有挑战的 大概从17岁要演到35岁吧 非常大的跨度 里面也生了好多次孩子 而且在拍的时候 你每一次生孩子都拍出来了 还得生的不一样 真挺难的 是有压力的 因为在TVB版本的演阿子的 刘玉璀老师 在我们这个版本 她是演的我的娘亲 所以说 哎呀就是两代阿子 反正我有向她讨教了 但是最后她还是觉得 应该是呈现出 像我自己想要呈现的阿子的状态吧 有没有哪个相机 是给你多少钱都不会卖的 哎呀 我自己收集了很多相机 我每一台收集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自己说 啊 我这个好划算啊 这个价格收一出来 我要卖出去 我能翻倍 但是 久而久之发现 我一台都没有卖过 可能我都不会卖吧 玩王者荣耀的时候和队友骂起来你会 那屏蔽他们的局内语音 我自己打自己的呀 但是我比较喜欢对方的人来骂我 说明我的操作厉害 你最无法忍受哪种队友 不喜欢跟那种就是 一会儿又说这个不好 一会儿又说那个不好 最后自己站着不动那种 自己一眼在那 举报呀 然后有时候他可能会 演得比较真 他就不成功 然后我就会再点一条详细举报 说这个用户严重影响 我们V8用户的游戏体验 我再也不充钱了 然后他们 马上就会给我回消息 然后还会补一点那个碎片给我 我经常玩巅峰赛会遇到 有一些妹子声音真的很好听 我就跟他们说跟我 跟我就对了 没有 我以前比方说 感觉这个男生挺好的 就会发现他是巨蟹座 但是最近没有这种感觉了 所以就还好 最近有没有增加 哪些奇怪的知识点 我今天增加了一个 因为王者人要比赛 K甲联盟第一卤班 他躲在那个龙坑的那个角落 把自己的人的身体 都隐藏在龙坑里了 这个是我奇怪的知识点增加了 他原来那个小人 可以藏在那个角落里面 人都看不见 有没有养宠物 这两天养了一只 小猫咪 最喜欢哪种类型的宠物 就是那种呆傻的孩子 小眼睛大大的 然后呆呆傻傻的 憨憨的 蠢的那种 2020年你最希望 因为什么事情上热搜 这个就厉害了 我说我希望演技上热搜 巧了 前几天就上了 可能是因为 我正好养了一只猫 这只猫叫Lucky 那也希望再次 因为这样的事情上热搜 新的一年有什么话 对粉丝说吗 因为是新的一年了 希望你们能够 更加的关爱自己 然后自己有明确的目标 每天活得开开心心的 如果你们想要跟我打游戏 就记得来找我哟 她的醋恶狗配音 用重庆化给圆圆配音 但是我这个人 是不是不太招人喜欢 主持人目的心太强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知道你喜欢 不知道我喜欢 你可真够直白哟 直白一点 才不会招人必要误会嘛 有有有 请为橘南示范 如何把女朋友拍得好看 如何把自己的女朋友拍好看 那只有一个点 拍得好不好看不重要 批的要如她所愿 要搭配着来吧 就是静景啊 特写和全身要 都要有 所以说你拍全身的时候 直男可能就要辛苦一点 你最好是蹲下 或者是手机往上一点 给你的女朋友拍 这样就会显得人比较修长 可以利用光线 比方说有窗户 有百叶窗啊 然后百叶窗阳光洒下来 你们可以靠着墙边拍 拍一些这种侧面和正面的照片